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為了幫助街友培養一技之長 當代漂泊協會在二零一五年 成立了漂泊公站 教導街友改造廢棄家具 以及製造手工造 並且販售創造商機 會成立這個漂泊公站 主要是認為說 每個人都有他生命存在的一個價值 我們原先我本來對這個以後 是說很有... 說有很大的興趣這樣子 那就是說做了之後 我覺得也是慢慢的就是說 找到自己的那個... 認為自己有一些興趣上 好像原先沒有發覺的地方 就是從工作中 才慢慢的發覺出來這樣子 怎麼樣子讓可能原本沒有工作的 或者是說他可能工作上面非常不穩定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變成一個蹤跡的角色 然後讓他身心狀態去重新的調整也好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有可能再去找其他社會上面 利用其他的管道 然後找到他更適合的工作 拿這邊的還不錯啊 嗯... 隨時很多東西呢 我從來沒有做到這個 那個最差勢的 然後我印象最深是 有朋友是他原本不會 然後他每次說 我買那個... 避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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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這樣做出來 然後他就會自己說 很讚 就是變成說他... 他會覺得他自己漸漸會做這些... 這些工作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得到了 非常大的一個... 自我的一個肯定 臺北市吻山區木柵公園內的翠湖 是都會中難得的生態天堂 也是賞螢火蟲的重要據點 但最近為了安全的理由 要在公園內加裝地燈以及階梯扶售 在地民眾及環保人士憂心 會影響生態 特別辦理現場會刊 木柵公園是台北市十二座生態公園之一 園內翠湖是北市都會區難得的賞螢地點 翠湖除了有黃岩營、黑刺營、紅雄黑刺營等營火蟲之外 也有種類眾多的蕨類和水人植物 文山社區大學校長鄭鄭秀娟 首先表達他對木棧道加裝地燈 將會對該區的生態造成影響感到憂心 就安全這一塊 我們來看這一塊 但是我們應該還是有一個共識 我們還是希望這邊的營火蟲是越來越多 那成為我們這個地方的特色 吳家雄博士認為 細先瞭解地燈的光源波長 才能判斷會不會對營火蟲的生態造成影響 從地燈最主要的是要看地燈的光源波長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不知道光源波長沒有辦法下一個好的結論 今日會刊過程平順 結論填表做成記錄 由李鑫議員辦公室主任歐逸林希韋評估 字幕志愿者 李鑫議員辦公室主任